日本遗孤 没有爸爸妈妈的孩子叫孤儿 1945年,日本部队撤离中国时 留下了很多日本孩子 这些孩子没办法跟着家人回到日本 只能留在中国 这些留在中国的日本孤儿 被称作日本遗孤 这些孤儿被中国家庭收养 他们在中国长大 会说一口流利的中文 但他们的日语却不太好 1957年之后 很多孤儿陆续回到日本 他们虽然得到了日本国籍 但却适应不了日本的生活 他们觉得自己既不是中国人 也不是日本人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我来说